大家好, 今天分享凉拌杏包菇 除了杏包菇之外, 还有云耳和红萝卜 是用苦乳汁凉拌的, 一起看看如何做 我们首先将云耳用水浸软了, 浸软后有定就去定, 没定就可以清洗 清洗后放在一边备用 这里有一磅杏包菇, 我会把它冲一下, 然后用厨房纸吸走多余的水分 如果杏包菇很大, 把它一开二, 然后把它撕开 还有一些红萝卜, 把红萝卜切条 稍后会将食材飞水, 现在拍一块姜, 要来飞水 现在将这三样食材飞水, 煮一些滚水, 加入旧姜, 再加少许盐, 让底味 然后就可以加些红萝卜, 和红萝卜 盖上盖后将食材煮滚 一滚起就可以开盖, 将红萝卜煮一至两分钟 可以试一下, 看看煮得够不够熟 满意就可以捞起, 然后拿干水分, 放在一边备用 现在用同一锅水, 将红萝卜倒入水里面 盖上盖后, 也是将红萝卜煮滚 一滚起后, 也是开盖上盖, 将红萝卜煮2至3分钟 捞起后, 把红萝卜压一点水分 现在要飞水的部分食材已经准备好了 接着要准备一些不用飞水的这袋芫茜, 把它剪碎 还有一条青瓜, 将那些青瓜 卡拉卡拉去皮 后, 把它切成幼丝 然后将那些瓜, 切成幼丝 做凉拌, 我还有加了些花生碎 我加了3汤匙, 份量也是随你喜欢 搅碎后, 还加一点芝麻, 把它搅拌均匀 刚才不是说了, 用一个腐乳汁来搅拌凉拌杏包菇 现在我们先夹4砖腐乳, 然后加2汤匙的腐乳水 加些素蚝油, 吃辣的可以加些油辣椒 然后加些少许糖、麻油, 还有些沙律油 把它彻底搅拌均匀 准备好这里的食材就可以开始拌了 搅拌好后可以试一试味 想咸点, 想甜点, 想辣点, 自己调校一下 到最后就可以加些花生碎 这样就完成了 讲到这里, 时间又差不多了 如果喜欢我这个食谱的, 欢迎订阅, 分享和点赞 我们下一集再见 欢迎订阅